部分的 可是呢 平常你可能會有一些生活記事 那也有可能是你要做的筆記 請問平常各位都怎麼用 用記事本 記事本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啊 紙筆還是一個很不錯的啊 但是呢 它有個缺點就是沒有數位化而已對不對 所以平常我現在常常看到人家做筆記是這樣 數位相機 不是啊那個相機啊 手機拿著就拍 可是問題來了啊 拍完就找不到 因為拍完就忘了嘛 對 因為我們的相片是不是太多了 也就是說你把 你把那個你的 平常的照片 比如生活的照片拍照 跟你的筆記是擺在一起 那一多了之後 其實你要找就不好找 比如說我這一堂演習 我來參加的時候我拍了十張 可是它又跟你的平常照片擺在一起 你是不是要特別再去做整理 這樣不是比較麻煩嗎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就可以試看看 因為 Google呢 推出這個叫Google Keep 倒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方法 那它除了有網頁端的 也有什麼 APP 當然它還有一個很不錯的功能 就是可以多人協同 萬一你有需要 或者你有多個帳號有沒有 我需要共同資料互通有五一下 你就可以用它 用它做紀錄 它有點類似我們像那個 平常在用的便利貼那種感覺 可是又比那個再多一點點 因為各位知道Google最厲害是什麼 你覺得Google最厲害是什麼 搜尋啊 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我們先看一下它的畫面 好 來 我們往下看一下 OK 再下來 好 它的畫面類似是像這樣子 各位 如果一剛開始進去 那進去之後呢 你就有一個什麼計势你就打進去 你可以用打的 可以用拍照的 也可以怎麼樣 用講的 它可以幫你做語音辨識 當然這個語音辨識部分目前是要 就是要連網 連上網路 它才會幫你做語音辨識 好 那你也可以用畫的 也可以用畫的 那麼 我們看到這邊呢 其實 它的畫面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麼 它裡面 除了說搜尋以外 因為搜尋是Google最厲害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有什麼idea 像我現在有什麼idea 我就會把它寫在裡面 或用紙筆記下來之後 我也會用拍照的方式把它記錄下來 那它除了這個搜尋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有所謂的標籤的功能 什麼叫標籤 比如說 你看我們上這堂研習課 你可以給它一個標籤 這個是 這堂研習的 那 所有的資料就可以 你多一個標籤之後 以後我要找 就比較容易了 你了解意思嗎 比如說 我好像說 這個是 這個是屬於研習的 研習的 你就加一個研習的標籤 當然有些資料 你有可能 是屬於研習的 但是又是屬於什麼 可能你覺得說 以後我可以當做 我自己的教材用的 那你可以給它 放在兩個標籤裡面 平常以前我們 整理資料概念 檔案總管 給我們的印象就是 一個檔案 就只能放一個資料講 沒錯吧 可是你用標籤 其實跟我用Gmail 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你用標籤的話 我可以 這一封信 可能是屬於工作的 也有可能是屬於什麼 教材的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 你就可以自行去歸納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嗎 那因為接下來我自己的資料 所以我就先不錄影 但是你先了解這樣的功能 你可以 它有網頁版 有 所謂的那個 Android版本 或iOS版本 也都有 還有什麼 Chrome的這個擴充工具也有 直接手機去下載是不是 對對對 你如果不下載沒關係 反正它會同步 它會自動同步 那你如果不下載 你可以直接從Google這邊 更多裡面的更多 一樣在更多裡面更多 來你看一下我們這邊 有一個更多裡面的更多 就有 這邊 這邊沒有看到 要從這裡 在下面還有 更多 有沒有 你點進去 再沒有 再更多 是 今天你所有的東西都錄 因為你對這個東西 你很熟悉 你如果漏掉的話 我有錄 我有錄 只是剛好一兩段沒有錄好 因為它比較慢 我動作太快 來 你往下看 有沒有看到Google Keep 它很重要的 是不是儲存您的想法 平常各位都有用便利貼 會不會貼到後來 第一個很亂 第二個會不見 因為它比較小張 第三個要找有沒有不容易 對不對 因為久了就忘了 既然是便利貼 用完就丟了 你可能要找就不容易 可是如果你有把這個想法 保存在裡面的話 以後隨時要找 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我們說 今天還是回到我們今天主題 打造你的雲端知識庫 最重要的要怎麼樣 你的東西有紀錄下來之後 可以重複使用 這是最重要的 不然你只是紀錄沒有用 就跟你指示會拍照 資料散落為地 到最後只是說 只知道凡走過 必留下痕跡 但是都是垃圾 這樣了解嗎 OK好 那我就切到我現在平常在用的畫面給你看一下 可是這段我就先不錄影 好